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44集 所有的事务性工作都完成了 使团与北齐朝廷同时松了两口气 开始纵情欲宴 反显也不例外 在平静的上京城 唯一显得有些怪异的是 沿着玉泉河两岸发生了极其有些蹊跷的命案 而且与这些命案相随的 还有显得格外恐怖的纵火 接连几日 火光映红了北齐人爱杀了的那条河 反显清楚 这些命案的背后都隐藏着些什么 当冬眠了一整年的庆国情报人员开始行动起来后 那位叫做沈崇的锦衣卫政府司指挥使肯定嗅到了其中的味道 而扎根于上京人群中的锦衣卫也开始做出激烈而有分寸的反应 严冰云当年一手不下的暗哨 估计在这些命案中已经损失了一部分 毕竟身在异国 想要在对方的鼻子下方做这么大一笔买卖 而不惊动对方 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是四处设在北域的整个情报网 被割裂成了数片 所以并不担心会被北齐锦衣卫挖出太多的据点 所以严冰云的表情变得越来越阴沉 监察院四处在上京一共只有十七位密碟 而如今为了长公主与萧恩的事情 就付出了如此大的牺牲 由不得他不愤怒 范贤没有安慰他人们 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不停的饮酒寻欢作乐 着急 大齐的天宝六年六月初六 三六连贯打击之日 范贤也不相信前世西方里关于魔鬼的说法 所以系上披风领扣时的手指无比稳定 现在充满了信心 他很仔细的将自己随身的武器与药物归类放好 腰带里是一部分 贴身的内衣里有一部分 左手小臂上捆着那个可以同时发射三枚弩箭的暗弩 监察院三处密制的烟药放在右手腕 那个指节打小的抛带中 范贤望着桌上昏暗灯光照耀下的那个金属盒 瞇了瞇眼睛 盒子打开之后 是三枚弯药 红蓝白三色 看上去就有些古怪 总让人联想到一些很诡异的事情 红色的药丸颗粒不小 只是药味已经有些淡了 绣不出里面具体的材质 这是很多年前 费界担心他体内霸道真气流下来的 范贤想了想 还是将这粒打龙眼似的东西藏进了腰带中 看着剩下的药丸 范贤苦笑了一声 还是推翻最开始的想法 全部收了进去 可能会遇见那位大宗师 保命的东西还是多多一善 将药丸藏好之后 范贤抽动了一下鼻子 不知为何脑子里开始亢奋起来 体内的霸道真气 也开始沿着他那与众不同的宽阔经脉 急速运转 身体上似乎每一根毛孔都张开了 贪婪的吸取着这天地间 也许有也许无的元气 那股淡淡的麻黄树叶味道 让范贤很兴奋 从桌上取下那把经过改造后 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的虎卫长刀 掂量了一下沉甸甸的手感 范贤小心翼翼的用布袋 将刀捆在了自己的背上 保持最方便出刀的角度 甚至他腿上那把黑色的细长匕首 这么多年里 似乎也已经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根本不需要再专门注意什么 吱压一声 门被推开了 王启年走了进来 对着范贤行了一礼 付到他的耳边说了几句什么 范贤点点头 目光扫了一下桌上剩下的几个家伙事 示意他开始动手 王启年为难的笑了笑 我的手艺可比大人差得多了 范贤骂道 我化妆后的样子你又没见过 怎么知道手艺比我差呀 当年你是多国通级的大盗 难道还不会乔装打扮 隔壁乡坐着的那位 不就是大人您亲手打理的吗 王启年轻轻一个马屁递了过来 那手艺啊 旁人是不知道 再下官看来呢 这大人可是天上的折仙下凡 近在乎扯 范贤坐到了凳子上 笑道 就京都旁边供的那些野仙庙 哪个你想能比我长得更好看呢 这只一个人脸皮厚 一个人脸皮更厚 二人这么胡揍了几句 有效的驱散了范贤心中残留的最后一丝紧张 王启年身为他最亲近的下属 除了苍州城外跟踪 以及最近负责情报联络之外 始终没有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好在还有一手捧根的功夫 可以让范贤轻松一些 王启年拾起小刀 痴痴在范贤的眉毛上刮弄着 又从桌上取了撮合好水的这个 湿灰面开始往范贤的脸上修补 他觉着粘性与颜色 与提斯大人的面部肌肤依然有些差异 不由周眉道 这还是棒子面要好些 范贤叹口气 说道 哪里去找啊 我头天倒是偷进一个官宦人家 取了些妆粉胭脂 效果倒也不错 城南一座大宅中 极阔的院落中火把高举 十几位浑身从头蒙到脚的黑衣人 沉默地等待着 在院落的另一方 太师椅上一位中年人正在闭目沉思 他的右手伏在光滑乌黑的仪手上 轻轻摸索着 双脚看似随意 实则凝重如山地踩在青石砖上 这位便是在齐国北面 抵抗蛮人七年之久的上山虎大将 如今这天下屈指可数的名将 北齐军方实力最强 也是声望最高的强者 搬上之后 上山虎缓缓睁开虎幕 两道射人的寒光望向面前跪着的那人 静静地说道 公众既然不给我留后路 那我也不会作业待毙 你辞去小心 南方的那些人虽然想卖我一个好 但谁知道他们究竟存了些什么心思呀 他说话的声音其实并不大 但浑厚至极 就像敲钟一般嗡嗡作响 可以想见 这位一代名将强大的内力修为 跪在他前方的 正是一直在上京城内郁闷度日的谈舞 当日曾经在使团前 被高达一招制住的军中猛将 他抱拳尽道 大帅 男人狡猾 你要当心哪 上山虎说道 本将自有分寸 他今日最后一次入宫 年轻的皇帝还是没有给他一个准信 太后那边坚持囚禁着萧安 上山虎心忧 义父安危 这才迫不得已准备做这件反天条的事情 战家的子孙呢 果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 上山虎哭笑着 如果不是义父知道那个秘密 想来年轻的皇帝一定会卖自己这个人情 但是那位年轻皇帝虽然有些女里女气 但骨子里还是保留了战清风大帅 遗留下来的雄风 能够在短时间内增强国力 甚至领军南下 异统天下的机会 他不会放过 所以他的义父萧恩 没有可能活着从那个牢舍里出来 想到义父这数十年来的凄苦遭逢 这位被召回上京的一代名将 也自然然 去吧 他轻轻挥了挥手 然后回到后院 夫人正急着准备后几日太后授臣的礼物 是 谭武半跪于地 领命而去 上京城城武门外 门外侧的一片民宅内 有一处急不起眼的小院子 四处密集狭窄的街巷 在这片民居里穿插着 就算是老上京人 也会有迷路的危险 而那处院子数十畅外 种着些北方常见的桥木 树木挺拔如鉴 微白的树皮在黑夜里也显得十分明显 好在此时已经入暑 今年雨水又充沛 只眼格外繁茂 范仙小心地调吸着自己的真气 强悍地控制着自己的心脉 让自己被拢在黑衣中的身体 与周遭的环境融为一体 确保没有人能发现自己 他的目光透过那些巴掌大小的树叶 往身下 前右方的那片宅子望去 冷静地等待上山虎方面 营救肖恩的行动开始 肖恩就被关在那个小院子里 这是监察院四处花了很大力气 才打探出来的消息 不过今天晚上动手的 却只有上山虎的那些死士 严冰云的那些孩子们 都已经重新回到了黑暗之中 只是不知道信阳方面 会不会派出什么高手助阵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 长篇穿越小说《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上京种地接球 上山虎这是犯了天条 不论最后能不能成功 北七皇室与军方的关系 都会陷入破裂的边缘 想到这点 像这树带熊一样 爬在树枝上的范贤 不由就对南方某位贵人 感到万分钦佩 虽然长公主是个疯女人 但确实是个很厉害的疯女人 她从反手卖出 阎兵云的那天开始 似乎就算到了后面所有的变化 不论如何变化 庆国朝廷都会获得极大的利益 这个女人实在是很不简单 夜渐渐深来 高树下方的宅院里依然一片平静 远方河畔的婴还在哭泣 进出车行里的老马 在有气无力地嚼食着甘草 天上的星星都躲入了云中 身旁的树叶在夜风里 自连地揉搓着身体 这个夜晚似乎与上京城 每个夜晚一样 没有一丝异样的地方 毫无预兆的 扶在树枝上的范仙双眼睁开 望向下方的宅院 越狱开始了 一辆马车缓缓开到那间小院的门口 同一时间 一辆被灰部蒙着的小推车 也悄无声息地推到了小院的后墙处 小院里的防备力量似乎没有查到异样 但在高高树上俯瞰人间的范仙 却是清清楚楚将这些举措 看在了眼里 马车上下了一位中年人 而同时 范贤发现已经有好几个黑影 消失在了小院的四周 谁 负负责看守孝恩的锦衣卫警惕性急高 从墙上露出半个身子 手里拿着一架沉重的弩剑 对准了站在小院门口的那位中年人 中年人 是范贤曾经见过一面的弹舞 只见他笑了笑 张嘴欲言之时 忽然两道黑光闪过 一左一右分别有两只夺命的弩剑 狠狠地穿过了那名锦衣卫的咽喉 鲜血横飞 那名锦衣卫的脖子上就像多出了两条铁条 看上去血性无比 狠狠 弹舞轻声发布了命令 回应他的却是一声巨响 从马车上下来一位壮汉 身高约有八尺 手握大铁锤 大步跨至小院门口 右臂肌肉一蹦 竟是生生向小院的门口砸了过去 看他下手的威尸 这小院的木门应该是马上变成无数碎木片 当的一声巨响 朕的场中人双耳越聋 果然有很多碎木片飞溅 但是那门却没有破 原来这木门里啊 竟然是夹着一层钢板 高高在树上的范贤微微一领 北齐景一位关押重犯的地方 果然不是那么简单 刹那间 院中的景一位已经做出了反应 开始将人手集中到院口 而随着那位壮汉的落锤振振 饶着那层钢板做成的门 也开始吱压作响 颤颤欲倒 似乎已经再经不起脊锤了 一阵喊杀声响起 十来名黑衣人攀强而上 与里面的锦衣卫杀在了一处 这些黑衣人的舞蹈修为不俗 最厉害的却是招式间蕴含着血沙之意 每一出招便是风雷相架舍声望死 这些常年守在上京繁华地的锦衣卫 哪里是这些军中将士的对手啊 鲜血满夜里的涂抹着 顿时被杀得连连百退 范贤冷漠的在书上观看着这一劫 知道上山虎的手下之所以要将门砸开 是因为萧恩双腿被吠根本无法高形 他看着那个壮汉向下苦力一般 拼命地砸着缸门 忍不住在心里说道 砸墙啊 却似乎忘记了萧恩的双腿 是被自己下令砸烂的 一声破罗般的声音响起 那层被夹在木板里的钢板 终于被那名壮汉砸烂了 没有人发呼欢呼的声音 就连院中的锦衣卫也没有发出轻呼 院门吱压一声倒下 早有准备的锦衣卫随身携带的细弩 破空而至凶险至极 那名壮汉的右臂 早已被这数十计生杂 反振的酸麻不堪 身体内的真气也全数消耗完毕 眼看着扑面而来的弩剑 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 可以做出反应 只听着吱吱无数声响 扑哧生起 那些弩剑 全数扎进了他那宽阔的身体里 其中一只剑刺穿了他的眼窝 质的一声一些夹着焰红的精壮物 从他的眼中迸射了出来 痛楚之下 这位壮汉狂嚎一声 带着身上数不清的弩剑 往院子里扑了过去 每一只沉重的脚步塌下 他身上都会震出一大碰鲜血出来 他只是往前踏了三步 更像一座小山般 颓然倒在了石板地上 砸起一阵灰尘满地心血 这股气势却想让院中的锦衣卫 退了三步 死去壮汉的身体极其宽阔 所以挡住了大部分射向院外的弩剑 借着他身体的掩护 谭武与剩下的几位高手 像阵风一样飘了进去 当壮汉的尸体压向锦衣卫的队伍时 众人也已经杀到了锦衣卫队伍的侧边 此时高墙上的厮杀也已经退入了院中 十几名黑衣人手持上京城里 极少见的直弯短刀 将二十几位锦衣卫 竟是生生的逼杀成了一个不足数章的小园 那些黑衣人的下手 极其狠辣肃杀 虽然人数不及对方 但竟是让这些锦衣卫没有丝毫的招架之力 这个时候的场景 就像是深海之中的鲨鱼 正在围食一大群鱼儿一般 密集的鱼群总会被撕扯出一片血滑 落入那些鲨鱼的嘴中 不小多时 这些鱼群便会被吞噬干净 但是谈舞不能等 大将军的衣服还在院中啊 据男人传来的消息 这些天宫中并没有转移 所以他一挥右手比了个手势 黑衣人中便分出了三个武功最为高强的高手 往楼中杀去 虽然少了三个人 但是那些锦衣卫感到的压力 依然没有丝毫减少 刀光剑影间 偶有血花一战 便有一位铜人被断臂破胸 倒在地面的血泼之中 高鼠之上的范贤冷静地观看着 小院中的局势 知道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颜冰云一手写旧的计划 已经通过盛老板处得到了回应 上山虎与信仰方面都认为 这个屠杀的计划非常好 既然如此 那颜冰云就一定会知道 锦衣卫的后手是什么 谭武也知道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请不吝点赞 转彩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